普京宣布将竞选2024年俄罗斯总统 以色列加大进攻力度至里加沙分歧大 美日韩国安首长会晤共抗朝鲜军事威胁 日本指控中国碳排放造假与实际相差1.5-3倍 中共气球飞越台海中线 台军征获中共军机26架 疫情爆发之际中共降低多国签证费 因劝说不移炒股 中国金融专家被禁言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快报 我是天心 今天是美东时间12月8日星期五 订阅新唐人 了解最新药文 今天消息 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8日宣布 将参加2024年总统大选 俄罗斯国会上议院7日公布 2024年总统大选日期后 今天普京随即宣布参选 大选日期是2024年3月17日 如果再次连任 则是他的第五个六年任期 可最少掌权到2030年 公开信息显示 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 1999年12月31日突然宣布辞职 时任总理的普京数月后总马上任 普京迄今已在俄罗斯执政超过20年 根据俄罗斯2020年宪法修正案 总统连任任期由不得超过两届 改为总任期不得超过两届 所以他只剩最后一次参选的机会 外界认为 对于71岁的普京来说 选举只是一个形式 他的获胜几乎是板上钉钉 他目前还没有明显的继任者 普京自1999年以来 一直领导俄罗斯 曾担任俄罗斯总理和总统 在此期间 俄罗斯修改了法律 以延长他的领导地位 今天消息 12月8日 以色列加大了打击加沙的力度 以色列军方8日表示 过去24小时内 从陆地 海上和空中 打击了加沙的450多个目标 这是自停火协议破裂以来 最多的一次 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卫生部报告 7日 有350人死亡 还称以色列在巴勒斯坦 飞递两个月的行动中 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17,170人 另有数千人失踪 与此同时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自治政府称 正在与美国官员合作 制定战后加沙治理计划 还表示不可能彻底消灭哈马斯 而以色列表示 在哈马斯被消灭之前 不会停止行动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进入南部的战役已近一周 以色列仍然要重视保护平民 今天消息 韩国总统办公室8日宣布 美国、韩国和日本的 国安部门首长会晤 讨论朝鲜等议题 韩国国家安保市长赵太雍 8日在首尔会晤了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与日本安全保障局长邱叶竹夫 一日认为朝鲜的挑衅 对国际社会构成威胁 再次重申三国合作 美国认为 韩国终止朝鲜的919军事协议 是正确的 朝鲜11月21日发射侦查卫星 引发美日韩等多国警惕 韩国之后宣布终止与朝鲜签订的军事协议 朝方则更进一步宣布 解除各项与南韩缔结的协议 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再度升温 今天消息 日本环境部12月8日表示 中国二氧化碳浓度的每年增加量不准确 真实数字应是官方公布的1.5至3倍 这份报告会在12月9日提交到第28届 联合国气候大会上 报告指出 日本温室气体观测卫星Abuke 77号观测到 从2009到2022年 中国约77,000个地点的二氧化碳浓度 每年增加 发现是0.6至1.2百万分率 而各国分布的化石燃料 消耗量等数据显示 中国二氧化碳浓度每年增加0.2至0.8ppm 卫星观测值增加三倍 约为0.8至1.5ppm 另外 日本也调查了类似条件下 日本和美国的情况 没有发现 卫星观测数据与官方公布的数字有差异 纪念消息 中华民国国防部12月8日通报 一颗中共探空气球7日上午11点52分 飞越台湾海峡中线 持续向东飞行 中午12点55分消失 今年早些时候还公布 一颗气球降落在台湾偏远小岛上 用于天气监测 气球上没有音响记录设备 位置靠近中国大陆海岸 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邱国正表示 探空气球的用途很广 例如研究气象 航道 风力等 值得注意的是 此时正值中华民国总统大选 倒计时第37天 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今天回应气球事件时 并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宣称这不是外交问题 处气球外 台军还征获中共军机26架次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今天消息12月8号 10多个中共驻外国使馆宣布 降低外国游客赴华签证费 自今年12月11日至明年12月31日 多国的签证费降价25% 涉及的国家包括日本、韩国、泰国、 马来西亚、墨西哥、阿塞拜疆、 越南巴林、基尔吉斯、柬埔寨、 斐济、哈萨克、菲律宾等 两周前中共外交部称 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 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 西班牙、马来西亚这六国 持普通护照者可以在一年内 单方面免签进入中国 在当局降低签证费之际 正值中国爆发不明肺炎 中共卫健委12月4号发通知称 多地呼吸道疾病叠加流行 要求各地医疗机构不得拒诊 而美国官员则呼吁 禁止富华旅行 美国议员卢比奥发文称 自己和其他四名美国参议员 上周写信给拜登总统表示 要求禁止美中之间的旅行 今天消息 中国金融专家刘继鹏多次批评 中国A股并劝散户不要在当下炒股 从7号开始遭到全网禁言 他近日指出 股市的市场以散户为主 导致市场波动较大 散户面临的风险较高 股市存在制度性问题 例如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 引发市场的不公平合理 中国股票16年来都在3000点上下徘徊 呼吁股民现在不要入市 等股市制度健全再买 从7号开始 它的抖音、微博、今日头条等多平台显示 应违反社区规定被禁止关注 虽然关注微博账号后提示关注成功 但重新进入后又显示为无关注的状态 网民热议道 说真的 不是被禁就是被封 这让海外商人怎么敢来投资 对自己人都这么狠 今天消息 福建中医师12月7号表示 中国北方城市疫情较严重 这次疫情特别针对孩子 大纪元12月8号报道 福建中医师林先生7号向大纪元透露 医院变成重污染区 当地医院人满为患 排号要排1000多号 轻症和重症患者在一起 病情变得严重 现在不但有小孩、初中、高中生 都有大量人中了病毒 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 他还表示 一些新冠三阳的患者 也出现肺炎的症状 身体五脏六腑受过冲击的人 整体免疫力下降容易受感染 但是医院对感染者不做特殊治疗 他透露 医院就按照感冒治疗 发烧38.5度就给退烧 严重者就针对症状去处理 还指出 现在中国北方城市疫情更严重 但目前还没有医疗统计 或者统计了不敢公布 所以归为流感 并且强调 如果感染支援体病毒 要吃阿奇梅素 但是要吃进口的 不能吃中国大陆生产的 好的 锁定最新药文 请订阅新唐人快报 别忘了留言和点赞 我们一起传播真相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订阅新唆